各位,再来就开启那个范例档案里面的叫通讯产品统计,瓜葫原始档 那这个打开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第一个你可能要认识什么 有关那个,最重要的是那个资料的那个正规化 那什么叫正规化,就是说你那个资料不要长得太,就是说符合是资料一个表格呈现的一个规则 那我刚刚有特别强调,尽量不要用所谓的跨栏置中,或者像什么合并储存格 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你根本没有那个,没有办法判断说到底你这个资料 它只会帮你放在第一个,等于是储存,第一个储存,下面其实就是空资料的 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对应到它其他的列的资料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首先第一个呢,请各位开启这个档案之后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档案呢,它的结构是这样 就是区域编号 那问题来了,我其实假设啦,我要做的统计资料应该是区域啦,而不是区域编号 那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关联是资料库 资料库给你的东西,它大部分都给编号 那如果说你要把那个名称带过来,你变成要什么?自己去用V的函数 把它的对应关系抓出来 比如说这边是A,这个A02,那你就是A02,你必须呢?就把它转换成北区 那A01是北区,A02是中区 南区、东区等等的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原来是这样 有点像,利用那个 我们以色列里面有个功能,叫做跨栏制装 特别所以,我还蛮不太推荐你们用这个功能 因为很多人都很喜欢用这个功能 那最后,你会把自己很惨 因为很棒,你要把它恢复啦 所以看起来是很漂亮 是视觉上OK,但问题是之后 之后如果你要做报表的话 那就是一个大麻烦 所以啊,建议哦,能不用就不要用 真的,除非说你要用 那你要有一个,之后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首先的话,我们大概会需要什么 这个区域编号,其实理论上 应该要把它转换成叫区域 那另外的话,还有产品编号 产品编号要变成产品名称 因为产品编号的话 我们不知道哪个产品 所以哦,特别注意 第一个,假设我希望在B栏的右边 把它转换成叫产品的名称好了 所以我在C栏上点一下,按右键 先插入一栏 这一栏的名称叫做什么 叫做产品名称好了 比如说C,C 这边C,C,V好了 那如果要把它查过来的话 T001,它是什么 大哥大索期,一时类推 那如果我要把这个名称带过来的话 那这个当然哦,各位应该 我看你们的问卷里面很多人 都主要是会B的函数 所以呢,要查的方式哦 不过跟各位讲哦 我是建议哦,如果你要用查的方式的话 可以把这个范围定义成一个名称 然后呢,以后按F3 去存取这个名称 什么意思呢? 首先的话呢,我先做一次 插入一栏 插入一栏 插入这个 插入这个 插入函数的地方 找到检视与参照 检视与参照的最下面一个就是V2函数 那V2函数会跟你要四个资料 四个问题都了解了,第一个呢,你要查什么,我要查的是编号,叫T001 第二个问题是TableArray,Table的话就是表格,Array就是范围,或者叫阵列 你的表格范围在哪里啊,理论上是你要查那个表格在这里 就是这个范围,从哪里呢,H2到H4 然后呢,第三个问题是,那你要把哪一栏的资料带回来 那这个哪一栏的资料带回来,指的是对应到TableArray 比如说这个表格里面的地级栏,那它其实只有两栏 第一栏一定是跟这个名称一样,所以我要的是第二栏,那这边就输入2 那比对方式要不要完全一样,也要,所以输入0 OK,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输入2,第二栏 OK,然后呢,我要的那个Range如何,比对方式要不要完全一样呢 要不要找接近的啦,要不要找接近 当然呢,如果你输入0的话,表示是不要 或者你输入False也可以啦 其实在Excel的公式里面,0就代表False,False是不要 那你输入True的话,你其实就是1啦,就是要的意思 OK,那第四个问题是说,诶,我要帮你找接近的 如果找不到的话,当然不要,找不到就不要帮我找了 OK,意思是这样,一定要找精确的资料 不精确的我不要,OK 好,这四个问题给他 但是其中的话特别注意哦 第二个问题哦,将来这个范围会因为你向下填满 它会自动这个范围会改变 有没有,因为你向下填满嘛 它利好,会自动加1啦 所以哦,假如说你要向下填满的话 一般会把这个范围,知道 在这个2的前面跟4的前面,加上前的符号 或者你可以按F4啦 2跟4的地方,加一个前的符号 OK,好,按确定 这样的你把它向下填满 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个产品名称呢 全部都查出来 OK,好,应该这个没有问题吧 这个算是比较基本的V2函数 但是有个地方哦 可能可以再往这个再延伸 哪个地方,这个table array范围 我是建议啦 以后呢,尽量善用名称定义 为什么,因为名称定义 它的好处就是以后那个范围你看得懂 可是要怎么定义名称呢 怎么样是取用这个定义名称 第一个呢,请你把这个范围 给它一个名称 我这边给它一个名称叫产品 要怎么定义哦,很简单 选取H2到I4范围 第二个的话呢,请你找到那个 我们的Excel的左上角吧 就是在插入函数的右,左边这边 会有一个叫名称方块 请你在这个名称方块上面 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也叫产品好了 或者叫产品表啦,反正就是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叫产品 你就把这个名称输入到这里 以后的话呢,你就把这个范围哦 叫做产品 好,Enter之后再按Enter 那以后呢,产品就表示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顺便定义一下 这个范围叫什么 点一下,叫区域 OK,好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以后哦 你就打名称就好了 你不用再选 第二个呢,你也不用再管它 要不要锁一个钱的符号 不用了 所以啊,如果你把这个范围定义好之后 然后呢,再来怎么做呢 把刚刚这地方,我们一样插入那个V函数 Table of Ray部分的话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要用选的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要不就是打上产品两个字 或者是说啦 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按F3 F3 如果你不打字,你懒得打的话 你按F3 那你会发现F3按下去的话 它会自动跳出一个什么 贴上名称的一个视窗 你可以用选的 像这个是产品 你就产品按确定就可以 它会帮你把名称带过来 这样就OK了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觉得这个好处太多了 因为基本上 尤其像很多人跨不同工作表 然后这个 假如说你没有定义一个名称的话 那你还有工作表名称 然后那个范围 那常常就找半天找不到 但是如果你把名称定义好 第一个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的话呢 你不用再找 反正你只要知道有这个表就可以了 你按F3 它就帮你带过来 OK 这个蛮建议的 如果你假如有用到V环数 建议呢 以后要存取的范围 还是用那个什么 用定义名称的方式 就是先把名称定义好 然后以后按F3存取它 所以这个也要向下填满 也是OK的 没有问题 那好处当然 我是觉得上面的那个公式 就不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像那个工作表名 工作表的名称 还有什么 儲存格 然后要不要加钱的符号 这些都不出现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增加区域 可是区域的名称怎么增加 一样 在一栏的上方按右键 插入一栏 这个这一栏的名称叫区域 OK 就是利用区域编号帮我查过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 因为它跨完之中 所以如果你用刚刚同样的逻辑 你会发现 用什么 插入那个V2函数 简式与参照最下面一个 那插什么 插这个 FableRate 应该按F3好了 它有个区域 区域的表 就是这个范围 第几栏 一样是这个表里面的第二栏 那比对方式呢 一样输过0就可以了 0的话就是表示 不要帮我找接近的 好 当然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OK 可是第二个如果OK 第二个找不到 底下都找 有没有 只有什么呢 只有第一个找得到 其他的话呢 就是会出现紧开头的 我刚才有出现 紧开头表示错误 错误什么意思呢 N N的话就是Nuts N的话是Available Nuts Available 意思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怎么会找不到 明明这边不是有A1 好跟各位讲 其实喔 虽然我们看到的是跨栏之中 是代表前面三个储存格的对应关系 但是在以色里面呢 它只会对应第一个 下面两个是空的 所以其实没有实质上的意义 所以像这种跨栏之中 我是建议啦 没事的话尽量不要用 OK 用了好像没什么好处 所以像我基本上 完全不会用这种东西 OK 除非说你将来已经 这个表动好了 你要做输出列印的时候 那你再去用它吧 不然的话一般资料 绝对不会用这种东西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恢复正常 很简单 第一个 请你把什么 把这个区域编号里面的 跨栏之中全选之后 有没有 再按一下常用里面这边 也叫跨栏之中 把这个跨栏之中取消掉 对不对 那你按一下 你看这个跨栏之中 你在选 好像可以多栏全部一起取消 所以你就选起来之后的话 把它取消掉 好 取消掉之后的话 再来 它就打回原型了 那你会发现 为什么会是 这个 not available 因为它真正的 实际上 它有好多个 储存格 都是空的 那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把它填满就好了 向下填满 可是问题来了 其实Excel 它还蛮贴心 它在自动办法也加1 可是问题 你如果不想加1 怎么办 Ctrl T 之前好像真的有同学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很简单 你Ctrl鍵按住 比较好 它就不加1了 Ctrl鍵按住 就是复制一样的东西 如果不按Ctrl鍵填满的话 它就会自动加1 OK 就这样 之前也是以为说 这个功能应该大家都会 我发现 其实不是大家都会 OK 所以特别是 没有按Ctrl鍵 那它的编号 会自动加1 如果按Ctrl鍵 等于是 复制一样东西往下 所以这边可能还是要突发链钢一下 按Ctrl鍵 Ctrl鍵按住 向下填满 每个都把它填 最后干脆全部都把它自装对齐 好 这样的话 有没有发现 区域编号的区域 就不会发生错误了 因为都OK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第一个 你将来你要把资料丢给 枢纽分析表 去做分析的时候 记得哦 尽量是不要去使用这个 所谓的 合并 处存 叫跨栏字中 在Word里面叫 合并处存格 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好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已经要把资料 给做完之后的话 所以第一步 就是先把资料做正规化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做出像39页 39页等于是做完的结果 就是 这个是三十八页 三十九页 有没有 就做出来 有一个名称 有一个区域的 那有这个名称跟区域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的统计 那底下的话 我们也是用定义名称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什么 做 根据什么呢 假设 我希望做出一个图表 这底下 直接就跳到这边来 直接就跳 细节 有些可能自己再看一下 摘要最大值最小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来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表格 这样的一个结果 书纽分析表 假设我今天希望做出来的是 这个什么呢 像六十三页 这是什么 这个地方 上面是每一个产品的名称 下面是年度 OK 名称 年度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这有点像一个书纽分析表 放了两个栏位的资料 有没有 那这两个栏位的资料 其实你可以切过来看一下 资料在这边 有没有 年度在这里 名称在这里 年度跟名称 有没有办法放一起啊 有没有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里面是要放什么 放哪一区 的数量 帮我做加总 OK 所以第一个 六十三页部分 要怎么做 也可以请各位设计去看吧 然后 刚刚主要是 把这个资料做正规化 所以最后要完之后 至少要C栏 就是产品名称 E栏就是区域 有这两个栏位 才有办法做后续的 试一下这个部分 待会儿呢 再试试看 那个六十三页 六十三页的地方 因为六十三页 这边的话 会有一些 我们要做出来的结果 就是类似 这个样子 其实它前面还有一些 其他练习 反正就是 看你要做哪一栏 放栏标签 哪一栏 这个哪一栏 放在列标签 其实也可以变化出 很多的效果 甚至除了说 项目个数之外 平均最大最小值 等等的 其实都可以 再把一些没有用过的功能 试着用